在美國馬州波士頓的東北大學 十三號晚間是傳出一起炸彈包裹的爆炸事件 造成一名職員手部輕傷 另外一方面 加州 德州 兩地實機所的學校 十三號是陸續傳出謊暴校園槍擊事件 也引發極大的恐慌 德州休士頓的警方十三號下午一點 接獲海特斯中學遭槍手闖入 有十人中彈的報案電話 大批員警全副武裝 短短幾分鐘內就趕到現場 封鎖校園 進行地毯式搜索 結果發現居然是一場騙局 大批接獲消息趕到現場的家長 焦急在校門口等待的過程 心情七上八下 驚恐萬分 看到孩子平安步出校門口 立刻一個鍵步上檢擁抱 趕緊回家 相同的惡作劇 當天也在德州的韋科 加州洛杉磯 馬德拉等地 一共十多所學校發生 十三個調查來源證實 德州多所學校的槍擊謊暴 都來自同一個電話號碼 警方以及FBI聯邦調查局 正在深入進行調查 另一方面 馬州波士頓 私立的東北大學十三號晚間 七點左右發生炸彈包裹爆炸事件 一名職員在過程中受不遭炸傷 索性傷勢並不嚴重 警方一接獲消息 拆彈小組消防人員 以及緊急醫療服務全都抵達現場 拆彈小組當晚在東北大學校園附近的 市立美術館發現第二個炸彈包裹 聯邦調查局已經派員協助調查 恭喜新聞網紅人兵役